今天低温下滩十度真的是好冷哦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李庆华不畏风雨 在今天在共聊平息进行车队大扫街 李庆华说许多热情民众不畏风雨热情相挺 让他很感动也让他对于选情很有信心 选战倒数三天第十二选区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李庆华 今天进行一连串密集车队拜票行程 虽然天宫不作美气温也相当的低 但李庆华信心十足 上午跑完金山万里 下午随即到共聊平息车队扫街 上午到了根山满立 下午到龚阿寮跟平K 选前大扫街 这么多的地方的领袖 乡亲来陪我 来欢迎我 我感到非常的温暖 这么多年来跟他们相处啊 道顶帕表为了地方的建设 大家相处的像家人一样 今天他们陪我扫街 我觉得很温暖很快乐 李庆华说今天到共聊看到很多地方认识多年的老朋友 不畏风雨出席力挺让他很感动 有这些人的相挺让他对于选情很有信心 选战已经进入倒数的阶段 人当然是很累 可是心情是很愉快的 跟乡亲在一起 我就很高兴 尤其是今天还下着雨 他们风雨无阻的来挺我 我觉得被决温暖 非常快乐 相信有跟他们的支持 我会胜选 我会迈向八连霸 李庆华说他在地方深更多年 已经连任其届立委 相信他的建树 地方乡亲都看在眼里 也感受得到 相信这次要争取八连霸 应该是没有问题 解诚为共聊采访报道